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冲 今天全马来西亚人最热门讨论的一个新闻是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听说萨拉瓦的周元首要换人了 不是首席部长 是周元首 OK 然后传闻 Dai Mamo终于不再虚认萨拉瓦的最高元首 然后将会由这个反跳槽法之父 王祖奈蒂来接替这个职位 但是呢 一切都还没有成来落定 我们的最高元首一天不出来宣布这个东西 我们都只能当作猜测 王祖奈蒂本人也是这样说的 元首一天不宣布 纯属猜测 OK 好 So 这个新闻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关心呢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呢 这个 这个Dai Mamo也做了这个沙洲的元首 蛮多戒了 其实大家一直都在等着谁会来接替他了 现在跑出一个名字来 王祖奈蒂是最大的可能性 OK 然后还有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呢 大家都知道现在反弹会呢 开始查那些有敦头衔的人 一开始是马帝跟这个顿丹银两个都中好了 然后如果按照我之前所说的 如果要有一个名单 从最大排到最小的话 所以应该排在马帝跟顿丹银之后的第三个位置呢 大家心知肚明了 OK 又刚好这个时间点出现这个新闻说 这个Dai Mamo不再许论这个沙瓦州也太巧了吧 所以就引起了很多人的遐想的空间 包括我自己 OK 好 好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接下来有什么后续发展了 OK 然后呢 以此同时呢 我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 马来西亚的这个州元首啊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他的任务是什么 然后呢 他是怎样选出来的 OK 马来西亚呢 是由13个州组成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当然这三个州里面其中两个是沙巴沙瓦是邦不是州 OK啦 我们简单一点讲啦 OK 虽然沙巴沙瓦的朋友不是很喜欢他们被叫做州 但是我们方便讲嘛 OK 好 So 然后这13个州里面呢 只有9个州是有皇帝的 有苏丹的 有统治者的 就是 从上面算下来就是 玻璃士 吉打 吉兰丹 丁家努 霹力 雪兰儿 圣美兰 彭亨 柔佛 这9个 然后 没有苏丹的州呢 有4个 就是沙巴 沙拉瓦 马来西亚 槟城 这4个 然后我们都知道 那9个有皇帝的州呢 当然是由他们的苏丹 世袭皇帝 公公 传给爸爸 爸爸传给儿子 儿子传给孙子啦 但是那4个没有皇帝的州怎么办 就必须要选一个州元首 然后这个州元首是怎样选出来的 这州元首呢 是由当朝的这个州的首席部长 也就是那个州政府的头 他推荐一个人选给这个最高元首 然后这个州元首的职务是什么 这个州元首的职务就跟其他苏丹在他们的州的职务差不多一样 给就是在名义上他们是整个州里面最大的那一号人物 这个首席部长呢只是二号人物罢了 他就好像是怎样的关系 就好像一间公司的董事长跟这个总裁 一间公司 他名义上呢最大那个人呢就是这个公司的持有者 就是董事长嘛 这个州元首就类似像这个董事长 但是他并没有实权 因为他并不管这个公司怎样运作 这个公司怎样运作呢是呢 他委任另外一个这个总裁去运作嘛 然后这个总裁呢就是首席部长 如果是有苏丹的州属呢就是州务大臣 所以呢你把它想象成这样的关系 董事长跟总裁的关系 就好比是这个州元首跟这个首席部长的关系 ok 然后这个首席部长呢 我刚才说嘛 是首席部长呢推荐人选给这个最高兴首 然后最高兴首来委任这个州元首嘛 但是呢 这个首席部长呢 其实也是由这个州元首委任的哦 但是呢 有一个差别是先选后委 就是呢 通过选举呢 选出来的这个州政府 然后这个州政府的头呢 就是这个首席部长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虽然肯定他是首席部长 但是呢 在白纸黑字上他还不是首席部长 为什么 因为他必须要经过一个程序 就是呢 周元首啊 经过一个仪式 正式委任你是首席部长 你才可以做首席部长 啊 就是先选后委 就是这个意思了 啊 ok 所以呢 啊这个周元首呢 他平时的工作 第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委任首席部长 然后呢 啊 委任首席部长过后 他要委任其他的行政议员 啊 虽说是他委任 但是这些都是由首席部长决定的 ok 然后 啊 主持这个 啊 州议会的开幕仪式跟闭幕仪式 也是这个周元首 啊 总之呢 你把他想象成了 整个州了 最大号的第一号人物就是这个周元首就对了 啊 就类似像现在新加坡的总统这样了 啊 ok 然后这个周元首还有一个职务就是呢 他必须要代表他的州呢 去参加这个统治者会议啊 so 啊 马来西亚呢 也会有一个统治者会议啊 就是 九州苏丹加四个州的周元首 啊 他们定期呢 会在基隆坡开一个统治者会议啊 一年开几次的那种啊 ok 啊 就是 马来西亚国内身份最高的 啊 13个人在里面开会就是啊 但是有九个 四个是世袭网替的啊 苏丹 四个是由最高元首为人的啊 ok 然后呢 当他们要投票表决东西的时候 只有九个州的苏丹有权力投票表决 然后这个四个州元首呢 是陪跑的 他们不能够投票 他们可以参与会议 但是他们不能投票 啊 然后他们参加这个统治者会议的时候呢 啊 他们呢 后面呢 都会坐这一个人 就是他们那一州的这个首席部长跟州务大臣 啊 就是啊 你可以想象13个苏丹跟这个州元首啊 坐在一个长座那里 然后他们后面呢 会坐这一个人就是啊 他们那州的首席部长跟州务大臣啊 ok来到这里大家就有个问题了 ok 这样 坐最高元首的那一位 他后面是坐这首相吗 这样 他自己也代表着一个州吗 这样难道他后面呢 有一个首相 然后后面呢 又有一个他自己州的州务大臣吗 没有 我告诉你 每一个最高元首呢 他去坐最高元首之前呢 他必须要委任他自己的大儿子 或者是他的弟弟 坐那一个州的摄政王 那一个州的摄政王呢 就在这五年之内呢 完全代替苏丹的职务 ok 所以呢 依然是有13个代表在那边 再加一个最高元首 他原本的那一个州呢 一定会有一个摄政王 然后后面呢 是这个州务大臣 所以你明白吗 所以这个统治者会议呢 你可以看到13个州的苏丹跟州元首 还有13个州的州务大臣 跟这个首席部长 还有最主要的这个最高元首 跟首相都在 ok 好 so 讲到这里了 大家应该明白了 州元首的来龙去脉 ok 然后我在这里 压周的跟大家说一个就是 当然 马来西亚 从开国以来 近乎所有的这个州元首都肯定是由马来人担当 但是呢 有一个例外 马六甲州的第一任就是独立过后的第一任州元首是华人担任的 是由马华的人名字叫做梁宇高的 但也是唯一一个之后就没有了 所以呢 马来西亚的历史上呢 真的是有出现过一个非马来人跟华人的这个州元首 就是这个梁宇高来自马六甲 好 so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拜拜